有史以來吃過湯汁最多的湯包 彰化版的冰台風 西米整高 非常的公斑美食 35塊 這麼多料 欸沒有它芋頭冰 是真的有芋泥的味道 好綿密喔 欸這個冰很好吃耶 酸 蒜泥超重的 超愛的 超好吃的耶 炸的超級酥的 嗯 這是龍骨水湯 我馬上來喝喝看 你的臉可以不要那麼明顯 我家這是什麼東西的 偷吃了一起口炸醬 真的很不錯 欸超好吃的 這55塊比 大顆超多的 這真的超好吃的 9塊才55 只要有女生來約會 真的很推約會 絕對會中獎 哈囉大家好我是Dee呢令 現在來到了我們學生推薦美食的第三集 我現在人在彰化 彰化其實在台中的旁邊 我其實常常問彰化到底有什麼好玩 問我彰化的同學 問我彰化的朋友 他們只說 啊就台中啊 那你知不知道彰化哪裡最好玩 還是最好吃的地方 啊就台中喔 不然呢 他們覺得彰化最好玩最好吃的地方 就在台中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打破這個冰獅 當然我自己不是彰化人嘛 所以我今天邀請到我們兩位朋友 第一位是我們中心 絕妹終結者 Tony哥哥 Tony哥哥 Dee呢令頻道常客 非常討厭吃蔥蒜 是個挑食有個性的帥男孩 跟大家說個哈囉 大家好大家好 現在第二位是我們李沛 李沛頻道顏值的第一把輪影 什麼都不挑 最挑的只有男生和小魚乾 哈囉大家好 你來招牌很多次嗎 滿常來的 因為在旁邊 常來吃肉圓 而且我們今天其實推薦了這幾間 其實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我們李沛推薦的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不好吃 記得去IG視訊他 我們IG放在下面 不然你也可以告訴我 彰化有什麼好吃的 你有特別喜歡彰化的什麼東西嗎 我覺得木瓜牛奶蠻好喝的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吃吃看 好我們等一下會安排木瓜牛奶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吃吧 GO YES 好我們現在第一間是來到了 在南平路 對吧 南平路上面的 裝手工鮮肉湯包 它是在鹽坪公園旁邊 你知道這間店是 我們李沛非常喜歡來吃的一點點 我上禮拜五才來吃喔 這禮拜又來了 你是連來三個禮拜了 快了快了 你比較推薦他們的什麼東西 我覺得如果喜歡吃韭菜可以點韭菜 因為它的味道非常的香 非常的重 就是重 就比他們招牌的味道還重點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吃吧 GO 好我們現在點完餐了 之後我們點了一個是韭菜 這個是飾物的 這是一般的 手工鮮肉湯包 啊這個是多少錢 65 65 65 85 95 欸對 啊幾個啊 七個 其實跟吉品軒的價位差不多 吉品軒我第一部影片有講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新大美食店 我們現在一人先吃一顆韭菜 要小心喔它會爆汁 小心夾 喔 會不會很燙 我覺得你先咬 因為它可能會低脂 像是僵屍 吹吹 嗯 小心 小心它很爆汁喔 很燙 欸可以燙到嗎 可以燙到嗎 你們兩個吃就好了 因為我不敢吃韭菜 我不敢吃韭菜 我不敢吃韭菜 我不要入味 喔你看我這麼輕 然後它已經破了 我把它吃咬出來 會不會噴出來 嗯 它已經爆汁了 它裡面內餡很多 然後韭菜也滿重的 欸韭菜味很重 欸韭菜味很重 真的 看它一直框梨子 我要吃進去 大家應該一口塞就好了 不要這樣分段吃了 嗯 超多湯汁 嗯 很鮮甜 我覺得韭菜也滿好吃的 很有味道 因為我都沒有斬蔣 其實就有味道 也不用斬會鹹 那你真的不吃嗎 我真的不吃 因為我不敢吃韭菜 好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吃四五的好了 四五的你吃了吧 我吃我吃 好 四五一樣是七顆 可是這最貴 九十五 那裡面黑黑的 大家應該看得到 只是一樣非常多湯汁 啊 爆掉爆掉 它的汁是比較深色的汁喔 就跟它有那個顏色 它這個跟四五的一樣 它肉先跑出來 不然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長這個 它裡面其實就是一般 那種小籠包的味道 肉質也一樣 可是它那個湯汁 真的是四五的味道 好像在吃那種 藥蒜 你加起來看看 欸 好像在吃那種藥蒜的味道 好棒 欸你都習慣把它提到多了 那夜精九味 對不對 好吃 所以我們現在 兩個月經來剛好很普 三個 來吃 真的滿好吃的 滿好吃對不對 雖然它九十五塊 那味道是滿特別的那種 其實其實外面吃不太到這個味道 對 而且它中藥味不會到很重 它是微微中藥味 只有你吃到後面的時候 它會有點酒味跑出來 它肉的話就是普通的那種豬肉餡 滿好吃的 非常多湯汁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它是雞肉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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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乾 雞肉比較油一點 它是雞肉 雞肉 味道 就它的湯汁的甜味 我先咬一口給大家看裡面內餡這樣怎樣 好像也是有一點韭菜 蔥吧 蔥還是韭菜 很好吃的 有蔥 有蔥 一點蔥 可是其實吃不出來 因為會被味道蓋掉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內餡 其實它每一顆湯包子 我覺得裡面可能十分的話 肉差不多六分 有四分都是湯汁 超好吃 然後我們李沛吃吃看 李沛已經強課了 每個禮拜都來了 結果我有接到湯汁了 重點是它的皮很薄 所以夾菜子要輕輕夾 不然很容易就把它化開 然後湯汁就會流出來 然後我覺得要一起吃 配湯汁一起吃比較好吃 我們的Tony 試吃看看 試吃看看 這一口吃掉就好了 湯汁很多對不對 湯汁會一直把你爆開 湯汁真的太多 而且像我吃這種不吃蔥的人 然後我吃這個 我會覺得它的蔥是剛好 不會讓淡淡的味道 不會放胃或什麼之類的 對 其實這是我應該有史以來 吃過湯汁最多的湯包 彰化版的丁泰豐 我覺得是 明治實歸對不對 對 十字明歸 齁十字明歸 對差不多意思 明治小顆粒 阿之後大家來吃的話 其實應該是平常蠻多人在吃的 假日的話都排很久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先打電話來訂 別人說你手上來拿 這樣就不用等了 好所以總結一下這一間 你覺得最推薦哪一項 我覺得韭菜是比鮮肉好 我四五其實是沒有吃過 今天吃也覺得不錯 但如果總體CP值來說 因為韭菜的話會稍微便宜一點點 阿我自己是覺得我最喜歡吃四五 四五的味道真的很特別 因為其他間真的吃不到 如果我都專程來上的話 我一定會選四五去吃 它的肉裡面是雞肉 吃起來跟其他另外兩種肉都不太一樣 阿韭菜也是很好吃 所以我最推薦應該是四五 再來是韭菜 再來是原味 原味的味道比較偏淡一點 如果喜歡淡口味的應該原味也蠻適合的 我們現在這邊趕快吃一吃 我們要去下一間店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是車路口肉根 它就位在 中正路一段 永安街的交叉路口 民生市場裡面 這間店其實 在網路上評價蠻高的 其實我們剛才吃那間 它是一千六百多的評論 他們也是一千多 阿評分都是四顆性相 他們的品項就是有肉根 一碗才35塊而已 超級便宜 真的超級便宜 所以我們也是第一次來吃啦 都沒吃過 我們現在三個就進去替他吃吃看吧 GO 好 之後我們現在點的是兩碗 兩碗都是綜合的 兩碗綜合都是30 阿韭聽說以前是30 更便宜 阿其實我們剛才有稍微撈一下 裡面料蠻多的 它有肉根 還有高麗菜 還有那種小蝦米 然後它剛一開始有那個 小蒜泥 薑末 對 薑末 很多都以為那是蒜末 就是你一拿到的話 上面會有一種 末 可是很多人不敢吃蒜的話 以為那是蒜末 可是我查一下 上面寫的是蒜末 對對對 它其實還有另外兩種是 肉根跟麵線 阿這種好像就只是把它 兩個混在一起而已 嗯 價錢都一樣啦 好 我們開始吃吧 開始吃吧 你先吃吃看肉根 其實肉蠻紮實的 肉根的肉蠻紮實 吃起來真的肉那種 它肉根啊 尤其肉根吃起來就是那種 軟軟的阿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然後是那種用粉漿去做的 沒有肉的感覺 你吃吃看 對 很好吃看 對 我還沒吃欸 換我吃 而且它有點甜甜的 甜甜鹹鹹的 甜甜鹹鹹的 還有沙茶味 對 那沙茶味沒有很多 它肉根應該也是我家的魚醬才會做的 嗯 不是真的純肉 它跟平常是那種大腸麵線不太一樣 怎樣 它是怎樣 就是 跟著麵線 蛤 跟著麵線 它什麼味道 我幫我吃 我覺得 我覺得我越攪拌它沙茶味越明顯欸 它沙茶沉在底下吧 它沙茶沉在底下吧 換我吃一口 好 我先吃吃看那個麵線 沒有 我本來就喜歡吃那種 軟爛型的麵 然後它就是那種 軟爛型的麵 麵線不就軟爛型的 對不對 對 就是你喜歡吃麵線的意思 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它有那個薑膩 對不對 薑膩的味道蠻重的 還不錯 而且它裡面很特別是不是 它有高麗菜 就是你平常吃大腸麵線 什麼的阿米蒜 都沒有 都只有麵跟湯 然後裡面還有高麗菜 因為它肉羹給了很多 才35塊 給那麼多肉羹 錢都不用賺了 還有小蝦米 喔對 還有小蝦米 那你覺得它味道吃起來怎樣 我覺得 火一般的 我會覺得還好 你覺得還好 對對對 其實說實話啦 我自己平常是不吃麵線的 那你覺得有 讓你驚豔到嗎 其實我覺得這35塊的話 可以來買 35塊非常划算 就料很多 肉很多 我可能真的沒錢的 月底有的 來吃一碗這個就好 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下 大家多看我影片 讓我賺錢 這太便宜了對不對 所以至少它是真的 35塊然後料滿多 雞皮質很高 對啊 因為其實問我不太準 因為我本來 本身就不太吃這種燙燙水 還是這種軟爛的麵線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吃 它就是一開始就甜甜的味道 之後後來有點沙茶 沙茶味就會出來 對沙茶味之後最後有薑味 還不錯吃 調味算比較甜 因為我平常吃這種大腸麵線 什麼麵線 它都是那種 蒜泥感很重的 蒜泥無醋的 然後就是 就是不一樣的口感 對 聽說他們加辣滿好吃的 我們加辣看 搞不好變頂級了 好我們剛才把辣加進去 我們來吃吃看 它辣是那種水水辣 有點像泰式的感覺 對有點像泰式那種酸辣醬 我也是自己是吃的 但是我看滿多網友都推薦 我要再吃這一間的 而且有點像甜辣醬 這不會辣 很像那個關東煮裡面的辣醬 對那個甜辣醬對不對 艾滋味甜辣醬的味道對不對 好像再加醋的話好像有錯 我加點醋 這罐黑色的是醋 我覺得它不會要很辣 對阿就是這樣甜辣醬味道 我現在加醋很容易 我們現在加醋又加胡椒又加辣 吃吃看 還滿好吃的 味道不一樣 它甜味是都被蓋掉的 一開始在送來的時候 原味的時候 其實吃起來是 甜甜鮮餡的 阿爾沙茶味 可是我把這三個東西都加進去之後 它就變成有點烏素的味道 再加它甜辣醬 其實這樣拌也是滿好吃的 兩種味道都不錯 我比較喜歡加辣的版本 要加胡椒嗎 我覺得也可以加 也可以加 因為它這個加多一點其實也沒差 因為不會辣 因為我們是北部人 所以不太喜歡那種甜甜的醬 喔對 我是南部人 好啦 那我們總結一下整件 第一個CP值很高 非常的同班美食 對 這是35塊 這麼多料耶 而且它其實內容空間 滿大的一些 滿多多的啊 對 滿寬大的 而且還算乾淨 可是我自己本身 沒有到很喜歡吃麵線 我平常會吃耶 因為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也會吃麵線當早餐 真的 認真 對啊 我覺得是滿好吃的 划算 好吧 那我們趕快把這兩碗吃一吃 去下鹽店吧 好 我們現在第三間 我們來到的是在 首陸 成功路上的 延伸仙草 這件事其實我 彰化念書的朋友 跟我推薦說 他們的芋頭的東西很好吃 好像是芋圓吧 還有他們的 芋頭泥 對 芋頭泥 但其實我看裡面裝潢啊 內容空間是都還滿不錯的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對 我以為是那種小間的店 他們以為這種仙草 對 就是那種路邊餐車的那種 對 結果它裡面裝潢是滿不錯的 有什麼感想嗎 感覺很好吃 我想要趕快吃了 迫不及待 好 我們現在進去吧 好 所以我們後來點了兩碗 那這碗是幾號 呃 六號 六號 這碗是 這碗是五十五嗎 這碗是五十 喔 這碗是五十 然後這是五十五 對 它五十是因為它這個 下面的基底啊 是仙草餅 然後這個下面的 那是芋泥冰 對 我記憶體不好都忘光了 對 沒關係 啊 它冰是可以換的 它好像有四種還是五種 就是不同的這個基底 那我們這碗配料 是有 芋圓 然後還有這個是芋頭泥 一顆的 重點是它這裡最有名的 因為它就是仙草嘛 然後還有一個綠豆這樣 這一碗的話是 芋泥冰底 然後我覺得紫米蠻特別的 它的紅豆是很泥狀的 對啊 它紅豆煮到很爛的 感覺很好吃 這紫米 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看了就想吃了 我們現在馬上來吃吃看吧 芋泥冰加紅豆 好綿密喔 很綿密 嗯 嗯 你有吃到什麼 就紅豆 然後配芋泥冰 我吃吃看這芋圓 跟仙草 芋圓很好吃 它芋圓 用看著其實就可以大概知道 它的料是真材實料那種 對 芋泥的部分是加滿多 它不會都是那種粉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一種芋圓 其實很多煎刀糞的 我吃過應該差不多70%的芋圓 它其實都沒什麼味道 好像在吃澱粉一樣 九份芋圓它就真的有芋頭的味道 它不會都是澱粉味 它們這一家 我覺得跟他們等級是一樣的 很好吃 紫米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它其實不會到很甜 然後配這個口感還不錯 好吃 那你覺得它這個仙草怎麼樣 仙草配仙草品很好吃 它仙草其實不會甜 不太甜 可是仙草品是有點微甜 所以我就搭配在一起吃剛好 芋頭跟芋圓 都是有點甜味 再搭配仙草的話 剛好把那個甜味綜合 變得剛剛好 不會再很甜 它的仙草是那種很嫩 但是它的硬度是有的 你知道嗎 對 會一出就晃 對 它這個綠豆啊 也是那種綿密的 它每個東西都燉著很久 不會給你馬虎 你吃吃看它的那個芋頭餅 對 還沒吃芋頭餅 你吃吃看 我吃看芋頭餅 要挖下面一點 好吃嗎 我也吃 我一樣是不好 沒感性加吃 我現在有刷那個 有啊 有 有 沒有 它芋頭冰 是真的有芋泥的味道 這個冰很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好 我們總結一下這間店 我覺得這間店最好的搭配就是 冰底的話我選芋泥 它的芋圓一定要點 之後它的芋頭泥要點 紅豆要點 我覺得紅豆很好吃 對 十米要點 仙草也要點 其實我覺得 等我好像都要點 每一項平均應該九點五分 所以你就進來隨便點一碗就好 我們趕快把這兩碗吃掉 去下一間店吧 好 現在我們第四間來到了 是在中正路一段 跟成功路交叉口的 北門口肉園 北門口肉園 它們的肉園是用炸的 蠻特別的 脆皮的那一種 不是清蒸的喔 欸 妳聽說裡面好像很多料 而且它那個老闆啊 好像沒有穿衣服 對 老闆妳知道會不會害我們被黃標 不知道 它裡面還有什麼 龍骨髓湯 我們想要點來試試看 對 沒喝過 我是喝過 但是我還蠻推薦的 可是要看你平常都在吃內臟類 然後推給他們兩個試試看 我是不太敢吃啊 但是可以挑戰一下 對 挑戰一下 好吧 那我們現在繼續趕快點 吃給大家看吧 嘿嘿 GO 好 現在我們總共點了三個東西 這個肉圓是五十塊 它其實有大的肉圓 大的肉圓好像是有加干貝嗎 對 我們原本想要點 但是已經賣完了 知道這個是龍骨髓湯 那裡面就是加豬的 就是豬的骨髓裡面抽出來的 一隻豬只會有一條 之後來打一顆蛋下去 對 其實我看都看傻了 妳有第一次看過這種嗎 我也是 我第一次 我從來沒吃過這個 因為我來吃過很多次 但我都會點這個 妳每次都點這個 因為我很喜歡吃內臟類 所以我敢吃 妳敢吃豬腦嗎 我還沒有吃過 但我會想吃吃看 反正是好喝的嗎 我覺得還不錯 好 它的肉圓 你看要知道是炸的嗎 對 其實肉圓有蠻多種的 有一種是清蒸的 還有油炸類的 我自己其實沒有到很喜歡吃肉圓 一般那種軟爛型的 我沒有很喜歡 我當然來彰化之前 就是之前在北部都是吃清蒸的 但是我來到彰化發現 大部分都是脆皮的 就是這種炸過的 清蒸的我不敢吃 為什麼 是軟軟的啊 妳喜歡吃清蒸的嗎 我覺得清蒸只要它有Q度 我會覺得好吃 可是比較爛爛的就好 對 那我們馬上來試試看 我先吃喔 它蒜泥味道很重 蒜泥超重的超愛的 超好吃的耶 好吃 炸的超級酥的 肉圓他們醬是那種 蒜泥的醬 它有那個香菇 對 它有香菇 會吃到一整顆的香菇 肉也是很紮實 它有蛋喔 它還有幫你剪開啊 很方便 覺得如何 我覺得 因為我是不吃蒜 或是不吃蔥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個 蒜味是 有點偏重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歡吃蒜的話 你來之前記得提醒他就先不要加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其實蠻想吃肉圓 皮什麼都和一般炸肉圓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先加一下看它這個 應該是辣醬吧 放在桌上的辣 自己加的 是辣醬嗎 還是對不起 喔這也是辣醬 它沒有到很辣的 嗯 它不是很辣醬 它不會不太辣 是不是 會一點點辣的 什麼辣醬 吃不出來 你加一下 它會辣 只是它是慢慢的這樣子辣進來 對 它不會說一次讓你入口 你就覺得喔好辣 它是慢慢的延伸出來的辣味 也不太會馬啦 那就是一點點辣 其實可以加滿多的 味道很鹹 你剛才吃完覺得 那個辣 要加嗎 我覺得會辣 因為我本來就只吃小辣 我覺得這樣吃就夠了 就夠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蒜味 蒜味就很濃 因為我之前吃過別煎 然後我吃到後面會有一點膩 那這煎我覺得還好 對 這煎還不錯吃 我滿喜歡吃的 因為它裡面可能內餡比較豐富 就不會到那麼膩 你要不要試試看這個 對我忘記喝這個 這是龍骨水湯 我滿滿來喝喝看 它一條一條好像就是骨水吧 骨水裡面 對骨水裡面 它可以蒸蛋 我滿滿來喝喝看 你的臉可以不要那麼濃 我喝喝看 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在家裡煮蒸蛋湯嗎 拿你廁所牙膏出來擠一條上去 就這個東西 它吃起來有點膏狀的 你吃一下 你吃了嗎 它不敢吃了 它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你要克服那個心理恐慮吃下去 但是其實也不會到很恐怖 就是你去廚房拿聖誕 之後上面擠牙膏吃進去的味道是一樣的 只是牙膏會薄荷 這個沒有味道 就差在這邊 可是滿好喝的 其實它有那個鮮味 我吃吃看好了 你吃吃看啊 你吃一條牙膏看看 好吃吃看 內臟類的味道嗎 可是我很愛 可是也還有沒有什麼內臟味道 它真的沒有腥味 牙膏對不對 我剛剛用吞的 因為它其實是嫩嫩滑滑的 你知道嗎 它吃進去是有點滑 不太敢咬啊 對對對 有點去咬它 我要吃一條看看好了 我是真的滿怕的 咬它 嫩嫩 有一個味道 有啦 有那種味道 骨髓的味道 你吃好了 你們都不吃嗎 它味道我沒有不喜歡 可是 沒有不喜歡 特別 你有沒有吃過那種羊骨髓的味道 就那種味道 膏狀的感覺太奇怪了 有點葉牙膏 很好吃 又比牙膏再硬一點點 你吃完之後現在嘴巴好像那種滑滑的 對對對 嘴巴滑滑的 肉圓店很多都會有這個龍骨髓湯 因為其他間有名的店也有 為什麼龍骨髓會配肉圓 是因為剛好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這真的都有 總結來說 因為它們肉圓我是滿喜歡吃的 料很多 它皮炸的也很脆 只有蒜泥的味道我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吃蒜 它的辣醬可以加可以不加 那你別人 就被你講完了 就好吃推薦 可以帶你們來吃 對 還有這個湯 蠻特別的 對啊就是 你就跟他說你要玩蒸蛋牙膏湯 結果它會拿給你 這間還不錯 蠻好吃的 因為它不喜歡吃蒜 所以就不要看它 不要理它 它的評論 聽聽就好 為那種不吃蒜的人發生的 可是老實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其實 它的環境其實有點髒 就是它地板很有 你鞋子進來的時候 要穿那種比較 防滑的鞋子 對 因為地板真的很有 它有會滑倒 對 就是因為我其實吃東西 蠻看這種環境的 如果環境不好的話 我整個會有點不太爽 好我們現在就把這邊吃一吃 我們趕快前往下店店吧 嘿你是不是看累了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個 全新的品牌 Yu Slack 它是由我的好朋友創立的 他們在做代購 像我現在身上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是 國外限定款 在台灣也買不到 原價要一千多 可是在他們裡面 只要六七百就買得到 還有像這次 他們贊助的 Leno Face的帽子 你在下面找 要八百多 可是他們一聲就只變到六百多 非常便宜 全部都是正品公司貨 不用擔心真假的問題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追用他們的IG帳號 還有加入他們LINE Outlet社群 裡面有非常多便宜的東西 而且他們現在剛好在半抽獎 抱我的專屬號碼 病人令87 還有神秘小鈴 詳情請看下方資訊欄 好現在第五間到我們在 永樂街裡面的 穩定飛行模式 一間老宅咖啡廳 之後它這間店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是一整棟的 之後一樓 它是像一般的咖啡廳一樣 它有飲料 有減餐可以點 之後二樓 它是甜點店 叫一間頂浪甜點店 之後三樓的話 它是賣一些文創商品 四樓它改造的像廚房一樣 它有一個室外的內容空間 反正它是這一整棟樓的咖啡廳 非常特別 雖然你不消費的話 你也可以進去免費參觀 免費拍照 對 除非你是坐下來的話 它一個人抵銷是一百塊 蠻適合當時附近的學生在這邊 打報告喝咖啡 彈性 我覺得都不錯 對這蠻不錯的 它整個就是鬧中取勁 旁邊是彰化室 它是一個小巷那種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替大家看一下吧 GO 好我們現在進來飛行模式的一樓 我們總共點了這四樣東西 這個是白桃烏龍 一百塊的 冰的 這個是 巧克力冰淇淋鬆餅 一百八 然後這是二樓甜點店的 和梅湯一百二 那邊是熱的 柚子茶一百三 對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吃這個 因為有冰淇淋 對有冰淇淋我們現在吃 不是很酷 它這個還有那種像奶油的 它流出來 它流出來 對啊 它有附一個奶油 就還有一小個這個 好像是巧克力 巧克力 對巧克力 我們再吃一塊 它裡面是有飽東西 有嗎 有 那個這個 那是麻糬吧 麻糬 好我再沾一下這個 謝謝 很好吃 他們的鬆餅其實不是像外面那種 一般脆脆的鬆餅 它很Q 在中間還有麻糬 終於是還有撒玉米脆片 所以你一開始吃進去 都是QQ的東西 可是你突然咬咬會咬到那個 玉米脆片脆的口感 很好吃 吃起來滿像蛋糕的感覺 對有點像布朗尼對不對 而且你看它比一般的鬆餅還要厚 厚滿多的 還不錯吃 好那我們來吃吃看 炒一下 好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吃炒餅 因為我很怕酸 我們看它會不會很酸 它這個草莓糖感覺 它下面是巧克力嗎 巧克力的基底吧應該是 中間紅紅的是 草莓醬 草莓醬 好我現在馬上吃一口 講不出來 它好像有肉粿味 它草莓是 算正常的 不會到很酸的 我剛剛是吃藍莓 藍莓是甜的 可是老實說我覺得這個 我不喜歡 還行 你不喜歡 我覺得不錯 因為它的巧克力皮 我很喜歡 然後下面的微微的 巧克力淡淡的那個 那個醬的味道 就是淡淡的 我幫我再吃一口 我再給它一次機會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肉粿的味道 就是 那咬到後面 有一個肉粿的味道 很奇怪 它是有層次感 對啊它有層次感 有一個肉粿出來 是最後的尾韻 可是現在 我挖中間的話 吃 還不錯吃的 而且它的奶油 很甜欸 不會膩的奶油 可是我覺得這個120 是有點小貴對不對 對我覺得小貴 真的嗎 以一個蠻常吃甜點店來說 我覺得120的價錢 是合理的 合理的嗎 很合理 可是老實說啦 就是它這個環境真的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價錢我覺得 還對得起它 這杯叫 白桃烏龍 旁邊要喝喝看白桃烏龍 你先喝啊 好我先喝 它就是純正的烏龍茶 然後配上一點淡淡的白桃 換我喝 它真的是烏龍茶偏重 還蠻特別的 桃烏龍就是味道 但是桃烏龍不會有任何的口感 或是什麼 還蠻順的 我也有澀澀的味道 可是這個我是不會點的 可是這個我是不會點的 它就是烏龍茶 有味道的 就是有香味的烏龍茶 有桃味的烏龍茶 沒要款 我點的 好我們來喝喝看 這要怎麼喝 撈起來 會很燙嗎 這是什麼無角 柚子茶 柚子茶 喝不出來嗎 有柚子的味道 它其實就很淡的柚子味 說實話 它沒有什麼柚子顆粒 所以你比較喜歡喝 就是外面的柚子果醬 當然我五十元都喝八分糖 所以就是要甜 對要甜 它樓上其實還有 其他更特別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上去介紹 幫我們總結一下這間店 總結來說 我覺得這間店就是 以氣氛為主打 因為它整間的氣氛真的非常 鬧鐘取靜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在彰化市區 裡面還是有那種古宅 所以我覺得這邊 非常適合如果有約會的情侶 聊個天啊 其實還不錯 安全部的來講 你最喜歡最推的是哪一包 我想這個 我也這個 我也這個 鬆餅還不錯吃 它特別只有包東西 其他外面吃不太大 對 好吧 那我們就把這間東西 吃一吃 去下一家吧 GO 好我們現在第六間店 我們到的是 彰化木瓜牛乳大碗 因為我們今天吃了一整間東西嘛 當然會想來喝一杯果汁還是飲料 解解膩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在 孔廟對面的 中華路上的 木瓜牛乳大碗 對 他們的木瓜牛乳真的是很有名 其實我之前很早在小時候就聽過了 那你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蠻濃的欸 很濃的 很濃的 而且它的正常的甜度也不會很甜啊 店家調的應該是最好喝的 那我們就進去買兩杯來喝喝看吧 走 好所以我們後來點了兩杯 它一杯價錢是多少 60 一杯是60塊 大杯再加15塊 所以變75 好馬上來喝喝看吧 攪一下攪一下 攪一下再喝 這個是全場嘛 我們兩杯都會點全場 對 很濃 很濃 對 好喝 我其實平常不太喝木瓜牛乳 但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真的 就是那個木瓜水果的甜味 對 全場其實OK的 它的牛乳就是 純的先滷下去用 喝到後面會有一個奶味 其實也蠻綿密的感覺 它攪得很細啊 稠稠的 對對對 而且蠻多網友都推薦說 如果有空的話可以去內用吃它的冰 它冰好像我記得看過照片 很大碗的 很多水果的 感覺應該也不錯 夏天再來吃吧 總結來說60塊 一杯60塊 對一杯60塊 因為它是比較小 它是真材實料 來的話可以體驗看 還不錯喝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兩杯喝 去吃麵吧 現在第七間到我們的品味手作麵 它在東明街的路上 這間店是我 目前在彰化讀書的同學 特別跟我介紹的 他說他們的紅油炒手啊 非常有名非常好吃 好吧那我們現在馬上進去點吧 好而且它這間店其實要排隊 大家可以先來後衛喔 GO 好我們總共點了三樣 再加一下糖心蛋是小菜 之後這一樣是麻薑麵 這個是多少錢 40塊 這個是紅油炒手 55塊 之後這個是XO醬拌麵 40 這個是它旁邊冰箱的小菜 要自己去拿 這是糖心蛋 這個是三個半顆 是30塊 一盒是30 小菜一盒都是30 他們店的紅油炒手是真的很有名 他剛才送上來我就忍不住了 因為我們的網美剛才在拍照 看到都受不了了 現在馬上先吃一杯 我剛剛就是拍照過 從不然已經沾到它的醬 然後我偷吃了一口它的醬 真的很不錯 超好吃的 55塊比八方英吉大顆超多 八方英吉超級小顆 這個醬有一點點辣辣 讓我覺得蠻提味的 一點點辣而已啊 不會都很辣 它這個醬裡面還有蒜泥的味道 欸等一下 我覺得它的肉還比八方英吉的水餃還要更多 這真的超好吃的 這一份幾顆 9顆對不對 9顆才55 超紮實超便宜 那你覺得好吃嗎 痾 還不錯的 你會想再點嗎 不會 因為有蒜頭 對 但是還不錯 好 你看它忍不住馬上拿一顆 你就知道這多好吃 好 我馬上開始吃這個麻醬 麻醬面都要乾掉了 沒關係 剛剛上來的時候其實湯很多 但現在都吸掉了 對 現在都吸掉了 差不多 不應該要吃咬斷 漂亮 很黃色耶 好好吃 好好吃 對 你吃飯很好吃 今天是不是好像每個都說 都是好吃 對 真的好扯喔 很推啊 它這個麻醬是有點甜甜的味道 對不對 而且味道非常足夠 它麻醬味很重 它拌一拌之後 它湯汁的量是剛好的 真的是乾麵 味道那種濕濕的感覺 大家有看到我剛才拉很長 那個麵超Q的 沒有了 倒掉 它是有味道嗎 對 這個有鹹度 而且又帶一點微甜的味道 我們現在馬上來吃吃看這個 XO醬 這個裡面有小魚乾 所以我們理配她是說不敢吃 不敢吃小魚乾 那我吃掉就好了 因為感覺就很好吃 但是真的是我剛剛在拌它的時候 那個味道很濃 就是 我的口罩都聞得到 完全不能接受小魚乾 完全不行 我連聞到味道都會不舒服的那種 超奇怪 好吃 可是這很辣 這好辣 這很辣 這很辣 太辣太辣 這很辣 超辣 會辣會辣 一開始咬的時候 那個XO醬的味道很明顯 它其實辣好像混滿的 對 可是很好吃 那XO醬的味道超香的 超好吃 還有糖心糖 我們這邊配一顆看看 吃掉了 小心小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它現在跟日本拉麵店吃到一模一樣 我覺得這間店 應該是我今天吃過的前三年 每一個品項都很好吃 而且他們價錢很便宜 它其實是一間小麵店 但是Google評論有1000多 蠻扯的人 那我們總結一下這間店 它的品項便宜 而且很多樣 重點是每一項都好吃 我覺得還不錯對不對 很好吃 我很喜歡這個 超好吃的 我在拍的時候 那個脫甜到那個醬汁就 超好吃 這間剛好有蔥又有蒜頭 所以剛好不服你的胃口 沒有 但是它的麻醬麵真的是 非常好吃 對我真的很喜歡 這間店非常值得來 我們趕快把這邊吃吃 就去我們的下一間店吧 也是最後一間 Go 好現在第八間也是我們最後一間 我們來到了 是在南國路一段 跟中山路二段交叉的 阿湯控肉飯 你說這間店其實也是我彰化的朋友 也推薦我的 我就問他說 欸彰化你們學生 如果真的要吃控肉飯 控肉飯這麼多間 你們到底會吃哪一間 所以他就推薦我 阿湯控肉飯 我們現在就進去替大家吃吃看吧 Go 好我們總共點了四樣 這個是 米糕 控肉飯 小肉燥飯 蛤蜊排骨 好這一碗是 四十塊 五十五塊 四十塊 四十塊 四十五 好所以我們現在先來吃吃看它的 控肉飯 控肉飯看起來應該是腳步 我們點的是肥瘦適中的 我們來吃一口看看 我們現在把它 它的皮感覺很爛 對 皮 我其實一夾就化掉了 皮跟瘦適中 好吃 好吃對不對 我覺得它 你要去就是炒 對我拿那個叉子一把炒之後 那個瘦肉已經爐得很爛 一夾它就化開了 超好吃的 但是它的皮是我連女生都覺得 不會到很罪惡的 對不會膩對不對 它油很少 它主要是上面那層皮比較多 對 焦原蛋白比較多 對焦原蛋白很多 對肥瘦適中 我覺得剛剛好 有點滷的蠻入味的 其實是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嗯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吃吃看它的肉燥飯 它肉燥飯可以看起來它是肥瘦肉都有 對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類型 這種的話就是比較不會膩 因為如果全部都是瘦肉的話 或全部都是肥肉的話 吃起來感覺不會到那麼的中和 馬上來吃吃 我剛剛偷甜了一口 甜甜的耶 甜甜的 對甜甜的 南部的味道 喔它很甜耶 對不對 它很甜 很好吃的 難怪顏色很深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不是那種死甜 就是像你說的 有一種甜味 我覺得跟 剛剛這個叫焢肉飯 跟焢肉飯外皮其實是一樣 就是它切小塊 對它是把它切小塊的 它其實這一碗就比那碗再甜了一點 如果不敢吃那麼甜的話 可以我覺得嘗試那碗焢肉飯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吃一下它的米糕 它米糕它是有淋一層醬啊 跟那種台中的米糕有點像 馬上吃一口 它其實這邊還有那個香菇 它米糕也是很甜耶 我們現在是台南嗎 因為現在是台南的味道 它完全是南部的調味 因為有一些肉圓會有那種紅燒醬嗎 對對對 它感覺把肉圓醬淋在上面 對對對 米糕淋上肉圓的醬 差不多這個感覺 我們晚上吃米糕 可是我覺得這間米糕是還好 台中的米糕比較好吃 我覺得還算不錯吃 因為我會喜歡這種黏黏的 然後又有一點甜味 又個人比較喜歡吃甜一點 對對對 我覺得最甜是這一個 這也是他們肉燥飯 這也是才是空的飯 好 那我覺得味道是OK的 好 我們來喝喝看這個是 蛤蜊排骨湯 這一碗是多少錢 45塊 45塊 其實以排骨湯來講 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 我直接一口肉配一口湯 它排骨還蠻軟嫩的 可是我覺得它湯頭沒有到很鮮耶 沒有到很鮮 沒有到很鮮 沒有那種海鮮的蛤蜊的纖維 還好 對對對就是 沒有到蛤蜊的甜 你也覺得還好 還好 對還好 就是可以點但是你也可以不用點 就還好 好 我們總結一下 這是一樣 我覺得來這邊最值得點 就是他們的控肉飯 他們的招牌 因為其他另外兩項我覺得 以我我是高雄的 我是南部生 我長大 南部小孩 對結果我還是覺得還是蠻甜 米糕又更甜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 控肉飯最值得點 它的控肉乳的肥瘦適中 而且一下就咬爛了 對 一下就咬爛了 對 那我們趕快就把這邊吃一吃吧 我們等一下來總結一下 今天全部吃到的八家嗎 八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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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一吃吧 好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吃的總共八間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我們這兩位 今天特別邀請的觀眾有三個問題 如果這全部拔錢挑一間 你們覺得最有特色的店 你們會覺得哪一些 妳來 妳前妳會 我覺得最有特色是那個 甜點店 對 因為它真的超酷 就是一到四樓都很有特色 對 就是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店 對 而且就算你不消費 你也可以進去拍照參觀 對 那邊是非常復古風 真的之前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店 對啊 基本上沒有什麼咖啡廳 是一整棟都是可以參觀的 他們非常特別 而且去那邊坐著一個下午 其實也蠻愜意的 那接下來換我們的Tony 你覺得 最有特色的哪一家 我覺得最有特色是那一家 好像是肉圓 肉圓裡面不是有個什麼龍脊髓湯嗎 那個的老闆啊 他很厲害 他都不穿衣服 在那裡扎那個肉圓布 他被燙到 我就覺得很屌 那如果我自己的話我覺得是 那一間仙草冰 延伸仙草冰 我覺得他們的芋泥冰真的是超級好吃 從來沒有吃過 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芋泥冰 那一間真的超級好吃 因為它每一個品項我都好喜歡 他說第二個問題 來問問看大家 今天八間下來最好吃的店 你覺得最好吃是哪一間 我覺得是 鹽生鹹炒 因為我一看到它送上來 我真的呼不及待 根本就不想拍了 我想要馬上吃而已 好 現在換你了 我嗎 我應該是那個 品味手作麵 喔 品味手作麵 我對那個紅油超熟非常有興趣 我自己最喜歡吃 就是最好吃的店 我覺得也是品味手作麵 對 它的麻醬還有糖心糖配在一起 超好吃的 好 現在第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有朋友 要帶他來彰化碗 你們會帶他去吃哪間店 妳配錢 我應該會推木瓜牛奶 因為我真的是 每次來都會每次買 很容易就帶走的東西 好 可以外帶給朋友 對 方便攜帶 因為它牛奶真的很濃對不對 木瓜也很濃 感覺真材質要下去打 超好 妳呢 最推薦給朋友來彰化碗 我覺得是 它一整棟 然後一進來整個很有氛圍 有朋友要來 我就知道他來 直接待一個下午 其實我覺得它已經不是一個甜點店 它已經是一個經典的 只要有女生來約會 在那邊 真的很推約會 絕對會中獎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 因為它真的是一整棟的 真的太酷了啦 好 我們以上的問題就全部問完了 真的很非常感謝我張思納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李沛 光美的第一把輪椅 謝謝 對 非常感謝他今天來參與我們的影片 還提供我們非常多好吃的 還有我們Tony哥哥也是 Tony哥哥真的是一個 你還可以吃 對 一路陪伴我 從0個訂閱到現在 非常感謝Tony哥哥的支持 好吧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他們兩個的話 追蹤他們兩個IG 他們兩個都還是單身的 如果不好吃的話 希望我們不要罵Tony哥哥 要罵就罵他 就去命他 因為都是他選的喔 都是他選的喔 好吧 我們這一集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DNN 如果你如果想看到更多大學有關的生活影片 記得繼續關注我的頻道DNNN 我是DNNNN 我們下次再見 ByeBye 而且 最近店最貼心的就是 它竟然還有附一包東西 就是你沒吃飽的時候可以來吃 問題 這裡的 packaged料 它的基底的話是 芋裡豆還有芋頭 對 然後混合 然後之後就是你想要這個地底 但是自己挑 再挑鮮辰 你想吃什麼自己挑就好了 還有珍豬 而且它剛剛說沒有珍豬 可是其實這裡還有 對 有沒有